微辣前經理人阿晶日前傳出死訊 微辣的一眾藝人亦有在社交平台表示軟息 而微辣的藝人葉思南大約在凌晨12時 就開啟了直播 最高人數時曾有15000多人同時觀看 直播中他解釋阿晶離職時 微辣眾人以哭喊圖像 也如阿晶並不是欺凌 他表示我和姐姐都不知道他因為這個filter不開心 他沒有說過我們又不知道 有不少人湧入他的直播留言 指控微辣的種種不是 之後他又在直播中說道 我都不知為何你們說我口臉皮 而微辣前藝人李宇軒和另一位旗下藝人高維泰泰 就在私藍的直播中 多次留言叫他先關直播 也有些語大命令地說 會直播,停直播先等